HELLO 了世紀 天天龍哥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這個文明 亞美尼亞人的羅車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羅車裡面的升級科技效率提升在40% 所以他的伐木、挖石、挖金、這些效果做出會比較好一點 除此之外呢 亞美尼亞人的弓箭手 這個寶兵 复合弓箭手 是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傷害的 那後期的亞美尼亞人主打一個生旅戰 或者是打這個白血步兵 是比較適合他的 那亞美尼亞人後期的工程性是非常不足的 沒有大衝車也沒有重型投石車 通常工程只能透過巨型投石車進行壓制 但是亞美尼亞人跟這個喬治亞人 擁有這個羅車的關係 所以開局也可以這樣子 一開局拉羅車去外面直接打野味 野味直接開吃可以獲得不小的經濟領先 那對手法蘭克人這邊有先來中間先行偵查 看看對手有沒有來中間吃野味 那這邊應該是還沒有看到 因為這個一開始的視野是比較暗的 那亞美尼亞人的後期還可以打白血步兵之外呢 也可以打這個戰鬥祭司 也是亞美尼亞人獨特的單位 血量可以高達100的屬低血 但是相當害怕肉馬的額外增傷 所以亞美尼亞人後期主要還是打復合弓箭手 還有這個僧侶還有巨型投石機 跟白血步兵為主會比較常見一點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他吃果子的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而且有這個著名的192遊俠 那後期的法蘭克人呢 主要是打這個級兵配遊俠 還有配火槍火炮的一個路線 在毛病的部分 三級射三級訪都沒有 所以用起來會非常悲劇的 所以法蘭克人打法算是比較單調一點 所以通常要利用他的這個免費的農田技術 打出這個經濟差距 在前期盡量滾雪球 才可以轉出後期的192遊俠 直接給敵人致命的一擊 好那這邊看到法蘭克人是直接用了肉馬去追逐 那法蘭克人呢 在黑暗時代血量是沒有優勢的 所以血量都是45滴血 所以可以看到法蘭克人這邊肉馬互打 沒有辦法打贏 那為什麼他會一直往下跑 他這邊是想要找一個高地圖起來的地方 想要高打第一反擊 但是這張地圖是沒有突出物的 所以拿打人在這張地圖是比較悲劇一點的 但他這張地圖支援是蠻豐富的 有很多黃金跟石頭可以挖 但是都在中間的部分 野石的部分算是偏少 野石野金應該說不是偏少 是根本就沒有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還是要在中間這裡進行開戰 好那這隻肉馬應該是沒救了 最後一刀要被追上 再追個轉角處 有機會嗎 這個相當貼近 要一刀 拿掉了 會 會被追到嗎 看一下這一刀 這一刀下去會出事嗎 快要跑到城鎮中心了 難道他 活了下來 哈哈 哇 道特應該覺得有點尷尬 喔 我發現這裡好像沒有把這個名字調回來 看一下這邊 道特 道特的名字正常了 這邊是活了肉馬下來 但是升到封建時代的時候 雖然血量有加成 但是只會加一滴血 因為他是根據你的肉馬的血量 去增加血量的增幅 所以血量越多 增幅就越多 那法蘭克人這邊開局 並沒有打肉馬開局 而是打了一個射箭廠開局 然後點下來一擊伐木 然後開始挖金礦 那雅米尼亞這邊是直接轉出了軍營 還有射箭廠 那雅米尼亞人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黑暗時代 就可以產出槍兵了 這邊槍兵先去對手家裡看一下 那法蘭克人知道雅米尼亞人 黑暗時代就有槍兵 所以是先行轉出了射箭廠 轉毛兵或弓兵都是很適合的開局 那雅米尼亞人這邊是直接轉出了毛兵 也沒有直接轉弓兵 槍兵的部分應該是不會再繼續按了 看到對方沒有轉這個肉馬 這個槍兵應該是往後拉 去防守一下這個吃野味的村民就行了 那目前雅米尼亞人這邊有吃野味的關係 所以經濟方面是非常好的 稍微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雅米尼亞人獲得了食物的領先 這個時間就贏了快要300肉 非常的好 但是法蘭克人這邊伐木士比較多一點 配木配的更多一點 所以雅米尼亞人現在這個階段 是非常適合出槍兵或是毛兵進行反制的 那這連一擊射一擊防都可以早早點下 這邊看到直接被破了插一根箭塔 覺得這一根箭塔可能會守不住 不是箭塔 這個伐木場可能會守不住 補了一根箭塔防守 那DOT確實看到了對方的箭塔 是沒有打算要進攻喔 直接拉走 轉往下方進攻 但是下方跨眼鏡沒有箭塔囉 這裡要補毛兵嗎 不補毛兵 繼續補這個衝箭手 但毛兵打村民傷害非常低 即使升了一擊射 怎麼打也都是一滴 村民的天生的遠方 也是天生 這個織木技術我會加兩點遠方 所以提升了一擊射還是一滴血 所以用戰毛兵啊 或者是用槍兵喔 去騷擾對方的村民喔 效率是非常差的喔 對方甚至可以很無憂無慮的 慢慢走掉 不疾不許的 直接閃人 那法蘭克人這邊的工兵跟槍兵 已經快要來到了後方 但亞美尼亞人這邊防守也是相當簡單的喔 毛兵往後走一下就可以擠掉了 甚至只要帶一隻毛兵過來就好 但是 法蘭克人這邊是有一隻肉馬 但肉馬的血量也剩4滴血 所以槍兵的部分 毛兵的部分應該是可以剪掉這隻肉馬的 這邊過來看一下 法蘭克人補了一個馬就在後方 左邊這隻村民不知道要想幹嘛 走到左邊被狼追著咬 所以難道是要遠距離吃果子嗎 會見法蘭克人吃果子有加成喔 多吃這個果子喔 有助身體健康喔 果子是酸的 均肯一下營養也不錯 好 拉了一隻槍兵過來 能戳得到嗎 哎呀還是砍死了一隻毛兵 好風箭手直接繞到了下方 這裡是有準備一隻槍兵的 OK這個毛兵直接撞到對方過來的單位 先跟對方的槍兵打了一下 先跟對方的槍兵打了一下 道德這邊的預判相當的準確 完全摸透了法蘭克這邊在想什麼 這邊後面的繞背並沒有成功 前方的毛兵繼續給壓力 槍兵暫時戳到了一下 但是自己的肉馬被射掉了 後方的毛兵繼續追 但是殘血的肉馬4滴血還是能輸出 哇這隻毛兵應該要被砍掉了 欸沒有追擊 不貪 好法蘭克終於補下了一級射 工兵出這麼多 現在才補 點的算是偏晚 先轉出肉馬反擊毛兵 下一級射大會有射程優勢 當然亞美亞這邊也是出了非常多肉馬 並沒有直接要來打城堡賽 反而是給法蘭克了更大的壓力 好這邊槍兵不能太往前 先用毛兵往前跟對方對射 好沒有點一級工兵鎧甲的關係 戰毛兵被打還是有點痛的 現在數量來到了八隻 好這一坨小隊直接原地返回 應該是原路返回 原地返回走 這個返回之後跟本隊會合 可能法蘭克人生城堡時代又打一個奴兵 配騎士的層出搭配 這個打法非常兇狠 你出毛兵是擋不住的 對方騎士的 而且奴兵的殺傷力極強 亞美尼亞人這裡要擋下來的話 可能要轉中槍 或者是轉一下弓箭手 復合弓箭手也可以 但復合弓箭手跟對方的弓兵對射會有個問題 射程太短了 可容被對方的奴兵給射程優勢給射著跑 好這裡稍微微一下 想要守住這邊的村民 爭取到一些時間 這邊繼續吃野味 法蘭克人這邊想要抓 前期的抓亞美尼亞人的 這四隻村民能抓得到嗎 哇這四隻村民可能會有點危險 工兵想要往前射村民 但是毛兵上前可以反擊 這邊會開打嗎 好像有可能 射了一下點掉了一隻槍兵 這邊法蘭克人要先把槍兵點完 才可以正面開打 結果後面這隻弱馬沒有空好 只被槍兵給戳爛 槍兵再次上前 想要幫忙戳 但是第一時間 被後方的弓箭手給射掉 槍兵全部倒地 沒有槍兵的情況 這裡 毛兵就會有點危險 但還好 後面的弓兵數量也開始慢慢下降了 後面弱馬直接打成一片 剩下一隻弱馬 弓箭手沒有繼續補弱馬的傷害了 這裡可能要再按幾隻毛兵 甚至要再按個弱馬出來 這個弱馬趕快出來 快快快 完了完了完了 弓兵過來只能被拉走 道德這邊稍微小小傷到一些經濟 只要讓對方把村民拉開 沒有繼續採支援了 這裡就是法蘭克人了 就賺到了 這裡還被擊火有點虧 剩下65滴血 哇這裡有點品種 雅雅雅人呢 他的騎兵路線 其實跟波蘭的體質是一樣的 重裝騎兵跟波蘭也是一樣的 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有品種 打起來跟波蘭是 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路線 不太能扛箭矢 但是 就是還有這個品種在的關係 血量上來說還算是堪用的 而且還有三弓 好 騎士短出來 城堡是帶來陽明亞打騎士 覺得很多OK啊 好這邊打算要火斷收掉一村 能拿到第二村嗎 有第二村被收下 殘血的先射 OK 在追逐 還要在追 應該可以再點掉一隻 哇 這裡的弓箭手直接換三隻村民 這樣的話法蘭克就不虧了 目前法蘭克的村民優勢是 四十二村對上三十六村 道德這邊的TC閒置 是來到了快兩分鐘 法蘭克只是一分二十秒而已 後方補了一個馬就 這邊法蘭克要三個馬就 爆馬開始 那應該是在打騎士 沒有意外的話 畢竟黃金 黃金是挖得蠻多的 所以又存了一些錢 也沒有拿去買賣 補了一個修道院 也可以反制敵方的 亞美尼亞的騎士 這邊四隻騎士 現在有數量上的優勢 直接抓一隻村民嗎 但是要五刀才可以砍死一隻村民 殘血的直接躲了進去 哇 亞美尼亞這邊尷尬 畢竟沒有點異攻 村民要砍五刀啊 左邊有騎士在繞 而且這裡有個洞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可能過去也會覺得被補起來 確實馬上補了 這邊直接一個騎士集結 法蘭克這邊要防守回去 只能靠自己的僧侶 等僧侶出來 上方出來一陣暴打 這邊法蘭克人要先把毛兵收掉 才不會一直騷擾自己的村民 剩下一隻毛兵了 然後數量有劣勢就拉走 等後面的僧侶出來 繼續按騎士 這邊騎士數量絕對不能輸喔 輸了就沒了 真的會沒有 這也是很多人喔 在這個打城堡時代初期 很容易出現的問題 對方一個騎士馬爆 然後自己就爆炸了 這邊又抓到了異村 這裡的弓箭手一直有抓到 但騎士也是很來 馬上就來收掉這隻弓兵了 這個 這個有點 有點麻 他在前面在騷擾 後面居然還可以偷異村 這個法蘭克 還是 很有料的 好 法蘭克這裡補下輪軸 現在道特已經落後了四村 開局輸了四村 怎麼打呢 加密尼亞這邊村民樹已經落後來到六村喔 42對48 而且法蘭克還補了一個輪軸 加密尼亞輪軸也還沒有補 先補了一個耕種技術 大為一級農田喔 要趕快來灑一下 現在要來準備第二輪的田了 這二級農差不多也該補了 那目前亞密尼亞是單TC開農 兩邊都是 所以村民樹差距並沒有拉開的非常大 那兩邊都是打騎士開局的關係 不太敢冒然照進 騎士只要一個沒守好 可能就會出事了 好 怎麼著想 但是現在亞密尼亞這邊有跟蹤技術的關係 可以輕鬆追上法蘭克的騎士 法蘭克人點下來了前程坑進 兩邊都點掉到前程喔 點的時間點都差不多 然後對方有出生旅喔 通常都會點一下 好 有前程了 這邊法蘭克人想要上前 看看他的生旅在哪 當然不敢不敢招 怕招下去兩隻生旅就沒了 好 兩邊打得非常保守 並沒有想要直接硬抓 法蘭克人補下了城鎮東西 上方這裡也補下了一個 兩邊是鑽雙TC開農 我們稍微快進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決定怎麼打 好 上方招翔直接拉走 沒有打算要回頭抓翔 抓掉這個招翔的生旅 家裡的兩隻騎士直接被攔截到 後面的生旅繼續追逐 好 結果家裡已經被繞了一波 但是生旅還是有招翔到一隻騎士 發生家裡的騎士嚴重不足 但是亞密尼亞人還沒有點二級 馬太現在被城市中心傷害 傷害還是有點高 好 還是七隻數量明顯不夠 這一波開打可以抓掉一些村民的樣子 總共抓到兩個村並沒有非常多 這邊法蘭克的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好 這邊城鎮中心繼續開農 法蘭克可以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好 正前方騎士 也開始往前 右邊這裡要打個時機回去 法蘭克這邊騎士數量稍微有點少 現在只有十隻而已 亞密尼亞是十九隻喔 快要兩倍 哇 這邊生旅居然還被招 還讓他招到了一隻騎士 這裡打下去可能會輸喔 後面還有兩隻老頭 燒一下 又被拉開了 右邊的騎士接一個回馬槍 哇 直接收掉了三隻生旅 但是自己也被招強掉了兩隻騎士 還是一隻而已 不確定 好 那個大老頭這邊 慢慢把自己的村民差距打了出來 現在十六十二吋 對抄六十一吋 反而客人並沒有一直陷入亞密尼亞人 這邊多線操作 防守還是做得可以的 並沒有大崩潰喔 還是稍微能擋住 這邊可能會被刷到一村嗎 殘血收了進去 這邊再招翔 應該能招到 現在有前程 這個前程有感嗎 哇 前程 有前程的情況下還是被招翔掉了 後方騎士趕快來拯救一下 但右邊的城鎮中心又再次被暴打了 這邊騎士也在繞 現在騎士就是繞來繞去 好 都終於補下了一級農田 結果法蘭克人的二級法蘭木 一時沒有機會點下 但是他有免費的二級農田的關係 所以現在農田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食物效率會比亞密尼亞人更好 那目前村民差距是法蘭克人領先兩村 這把騎士戰打得有來有往 好 這裡回家補血一下 後面兩隻 這裡生旅是不是有點多 七隻生旅 那亞美尼亞的生旅呢 基本上是全滿的 所以他要打生旅戰也不會太差 這只是生旅沒有特殊能力而已 但只要能開全部的生旅盒子裡 就OK了 要打這個生旅戰的話 再抗對方騎士 或是要招搶對方攻城系 亞密尼亞人都不會太於遜色 好 法蘭克人後面也是 直接用老頭開奶 就補了一隻生旅 兩邊開始進入開農旗了 他這個騎士的血量拉滿 好 拉到2269 好 亞密尼亞這邊騎士凡事先滿的 這裡的老頭數量夠多 8隻 好 亞密尼亞這時候補下了二級馬卡 這邊可能會開戰嗎 好 現在是3TC打4TC囉 亞密尼亞人直接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然後這邊是想要壓寶 法蘭克這邊壓寶有機會成功嗎 前面的老頭直接被砍掉 來不及招翔掉 後面的老頭還在招翔 但是似乎要失敗了 直接斷招翔 招翔都沒有成功 法蘭克人這一波直接損失了所有的自己的生旅 現在亞密尼亞人有生旅上的優勢 好 這方壓到了門口 壓到這個情況喔 可以去嘗試點這個救褚思想 去找強敵方的馬舅啊 或者是這個射箭草 直接開動進去喔 但救褚思想要475黃金喔 其實蠻偏貴的 基本上是超過一半的帝王時代的研發價格 所以通常也會先點下帝王時代再去點475 除非要打一波城堡ALL IN 好 就放個壓死 但法蘭克人再加一補雷跟城堡 所以順便點475救褚思想的價值喔 會稍微性價比差了一點 這裡趕快撐到帝王時代會更好一些 好 法蘭克人這邊是直接BD到後方 準備要來拆架 法蘭克人點下帝王時代 亞美尼亞人還差了500肉 還有大概400黃金 好 這裡抓個一波 哇 非常多的臭品質也被抓掉 法蘭騎士過來救一下 左邊騎士數量有點少 好 先拉開到城鎮中心的射程範圍外 這邊要回頭打的意思 直接拉開 左邊騎士還在追逐 剩一刀就可以解決掉 右邊騎士也在互相貫穿 法蘭克人應該不會想到這個時候 正式開打才對 現在自己有升級的優勢喔 但他並不知道自己有優勢 畢竟我們是上帝視角 或許法蘭克人也有可能會回頭打 不過這邊對方先上帝王時代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問題喔 只要去思考 如果對方真的上的話 那我們就退嘛 那如果對方還沒上自己先上的話 那我們還是要跑 那為什麼要跑呢 因為我們升級上有這個時代上的優勢 要趕快去升級這個重裝騎士 跟三級馬卡三級弓 打出來優勢會更大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被對方的一般騎士換掉的話 數量上就會被打出差距來 就會很虧喔 所以 法蘭克人這邊直接全軍撤隊喔 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並不會太差 好 那刀者這邊是補下了一根城堡在後方 前方也補了一根城堡 送到地獄士帶來 馬上可以在前線補下巨型頭C 開始攻城 但這裡也補下了一些弓箭手 這個複合弓箭手 但射程只有4加1喔 基本射程只有4 非常短 那我們剛剛開頭有提到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就是中間都是有資源喔 誰只要控住中間喔 就已經贏了一半了 這張地圖真的跟套金草 有點相似的感覺 好 法蘭克人這邊點下了印刷技術 想要來增加自己的招想的 這個成功率 好 右邊的騎士直接原路返回嗎 回到正面幫忙 那這邊亞美尼亞人巨型頭C機 可能要慢一點出 等一下本隊過來 所以先拆掉一下這根哨戰 好 亞美尼亞人補下了疾病的升級 好 後方抓到了一些村民 但問題不大 現在兩邊的問題是 誰的騎士夠多誰就贏了 亞美尼亞人上帝用實在打 騎士沒有太多的優勢 但現在騎士數量出的實在太多了 還是投資個重裝騎士 會更好一點 還抓到這個撿勝物的老頭 那目前法蘭克的騎士來到了25隻 這裡沒有夠多的資源可以點遊俠 所以血量只有144滴血 比一般的重裝騎士多了4滴 4滴的優勢 好 當然是亞美尼亞前方城堡 直接被拆爛了 垮爛了 後方的三台軍營頭11 要繼續往前嗎 這邊總共有7個軍營 在開始量產槍兵的部分 騎士現在快要來到正前方 左邊這裡居然挖穿 偷偷去左邊挖了黃金 但是道德魂卵不支 左邊已經被爆挖一波 這時候法蘭克才點下1級挖金 剛剛都在省黃金的意思嗎 哇 這個變形回來 如果被打到粉龍就直接被拆掉了 收起來的防護率是非常低的 2加0跟8加0 3級低 有些人會變成組裝模式 直接坦傷害 也有這種做法 組裝起來的話 防護率會變成近戰異防 但遠距離防護率 增加150點 防護率會更坦一些 更能扛對方的箭矢傷害 前方火箱想要poke 打點一些血量 但是直接被動中騎士貼上來 重裝騎士現在是2防2攻 血量140滴血 射兵直接往前 槍兵也往前 待會兒槍兵在後面輸出 兩邊騎兵直接開打了起來 後方的重裝騎士還是繼續往前貼近 後面的附輪攻擊手也在輸出 這一波大戰沒有點3攻就已經開打 但法蘭克有3攻的優勢 但是卻卡不下 數量上有明顯上的劣勢 但是槍兵的部分也沒有辦法很好的解決 火箱兵在後面努力的輸出當中 但是前方的騎士已經全部死光了 後面的附輪攻擊手也在後面補了一些傷害 附輪攻擊手無視敵方的裝甲 打遊俠果然還是蠻痛的 對手直接打出了GG 這一波招翔大戰 最後是由亞美尼亞人拿下了比賽勝率 亞美尼亞人在上季的版本當中 是倒數第三名還是第二名的樣子 但沒有想到到頭用亞美尼亞人拿下了賽事中的比賽 這相當不容易 果然這個DOT就是新文明 新理解新戰術 都是DOT理解的最快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法蘭克人輸了大概快要4000 亞美尼亞人這邊贏了非常多的資源 只有石頭少輸一點點 四勝物也是亞美尼亞人拿到的 軍事方面則是1.06的KD 那果不其然呢 這個亞美尼亞人 大家在打騎士路線之前 我就一直說 這個騎士 亞美尼亞人其實很適合打 在城堡世代的時候 不一定要這麼執著於 在城堡世代一定要打步兵 或是升級這個劍兵勇士 甚至打這個復合弓箭手 當然是要看情況去打的 那亞美尼亞人果然在法蘭克對決當中 出騎士的話 並不會太遜色 甚至自己的森旅都是全滿狀態 跟法蘭克互打也不會太差的一個決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